歡迎回到第二節的《講萬有隻貓王》 其實就是講了一本書 講了四本的了 連封流鐵匠和金字法 這次要補一句 黑豹的粉絲是不需要傷心的 因為黑豹的精神是不死的 剛才我們講的封流的主角已經很像黑豹 我覺得黑豹的精神已經死了 在第155的時候 200期左右 即是藍花 然後最近天下裏出現了一個類似黑豹的角色 不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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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得不像 不像的 但他帶的拳套是有炮的文 炮的圖案 但樣子就不像 但前提是黑豹的粉絲真的會傷心才說 要傷就傷了很多年 我覺得這次是今天 不要緊 另外阿偉的粉絲要傷心一下 這本書 真是很突然 蛤 很早說的 兩個劇情去得很突然 噢 其實今期也是結束 來的 但相比來說 今期的回合做得比黑豹好很多 我喜歡多一點 我很欣賞今期的一個 蝦和極差 我覺得你要理解 你結束20期和900期是差很遠的 工程是大很多的 我理解冰超的想法 因為我不是用 刺王和黑豹去比 是阿偉 他很多時候都是 故事最後 是需要這樣的 wrap up之下 他這次刺王的手法是比較成熟 和令人容易投入去看 很想看完 雖然很多次都用對白去交代 我反而不會用刺王和黑豹去比 我反而會用天子七的wrap up那個方法 三角的 想用邪神二 去和刺王去比 其實你這麼說 中英那位簡直是這個腰斬的編劇之王 對呀 轉名編劇 轉名編劇王 以前世應該是包弓下的那些亡魂來的 斬腰而死 成熟了 雖然這種手法 最理想的狀態是不應該出現的 但他真的假裝就熟 哈哈哈哈 不是呀 我覺得不應該出現 我覺得每個編劇都應該有 懂得 收個美美的能力 故事的能力 以今時今日的香港漫畫行業來說 如果編劇沒有這個能力 其實我覺得無法生存 因為問題不在他們身上 為何要突然間去收 是被上面壓下來 不被一些輸素壓下來 不是他們想的 對他們一定要有這個認見 我覺得其實輸素 是關於編劇的事 不可能每樣都賴制度 一定跟編劇有關係 因為是團隊 怎麼可能 故事好的時候就關你事 故事不好不關你事 也不可能的 但是我覺得現在講到 現在這樣的使道應該要做兩手準備 你配一個長的故事 但是要準備短的結果 用不著就最好 但是用得著的時候要用得到 作為一個勾秀的武士 是應該學好怎樣設局的 不是呀 學設局 大哥 一個武士最理想的 是殺敵殺到老 不是學設局的技術 即是等於殺手 永遠都落落子彈 是自盡用的 是不是 那就是不應該 因為剛才說的天子七 我覺得當日我們都還覺得 其實他跟前面那些是沒有關係的 講到結局那一期 然後阿朗還說 看到這一期我快想繼續看下去 有些這樣的 開始看到他 圓得有多漂亮 但是他並不是wrap up的故事 但是我覺得刺王 是回歸第一期究竟 這段刺殺是什麼 還有他給了一個大家都猜不到的 一個故事出來 那個結尾就是 原來是當日 其實他們 阿京已經幾乎沒有生命力了 所以就走來 刺出 他就要告訴其他人 連我都不想 你們就不用自意 所有愛人以為的敵對意識 其實所有都是出於兩兄弟的情緣 我覺得這個idea是不錯的 其實我 我由邪神義開始 都有看中英偉那些腰斬的書 無論是好 只看腰斬 邪神義OK 完整的就不是 他腰斬得來 其實我看得出他是一直 他想完整的故事 只不過他把中間的skip 一次過跳到他完才想完的位置 所以其實他 你對比其他要腰斬的故事 其他編劇的腰斬故事 他是比較上完美的那個 我想 當然 有幾部沒有得說的 不知道 另外有其他 因為其實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完 例如龍虎門 你怎麼知道結局是什麼 但是 譬如他寫一些歷史的故事 痴巡 痴王 譬如天子四 天子六 天子七 他知道大約 什麼是完 有定案的 所以便容易掌握 如果你掌握一本 例如黑豹一本的書 你可能不知道怎樣為完結 所以便沒有了一個 所謂的故事的頭尾 沒有終點 但你有終點 那他絕對有這樣的能力 去扭出一個好美的美 但我始終覺得 終於因為寫 剛才說的那類歷史的故事 他有一個 我不知道算不算壞習慣 我自己看得不太舒服 他實有介事地 永遠一開始就要先說結尾給大家聽 這樣會阻礙了故事的發展 甚至乎你到這麼想發覺 我當日第一期預告了那個結局 原來不是最好的 但他已經回不了頭了 痴王 痴王 痴王沒有 他寫了經柯次巡 但這不是一個結局 這就是差不多 他沒有寫到誰死在誰手上 但反而我覺得 你想一下他第一幕寫了經柯次巡 其實反而到現在你最看到了 你會看回第一幕期在引導你 誤導你一些事情 最後發覺原來跟你 一路二十期在想的 完全是兩件事 這些就是驚喜 不是 很多人是反過來 因為這樣而覺得 我不用看 這樣也可能有些人 因為這樣想追 有些人認為 沒有必要再看 你一稱之下 在商業或市場的考量上 是不應該這樣做的 其實我覺得歷史故事 如果你有看一些歷史書 你都約莫知道 應該去到哪裡會完的 正如痴王 你說巡王很多時候 不是他統一六國 就是經柯次巡王完的 如果你要說這樣的話 我想 我反而不是很明白阿朗 或者說的那些讀者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無論如何改變 一來是手法 二來我想說的就是 經柯次巡是不能改變的 只有他的內容 那個形式 譬如我們曾經提過的 他們兩個身份調轉了 當然阿偉回應我們 就覺得我們太膚淺了 說了你 對 說了你 太天真了 怎麼可能 對 只有我了 我沒有份天真 對 有個人有份天真 對 但是這件事他本身是會存在的 他有在 他就 反而我不知道為什麼會 阻礙了你去追看 因為你的故事一定會去到某一部分 就是這一點 因為他寫的經柯就是那個經柯 中間是不會有 譬如我們當天說浪客行 曾經有一段我們懷疑過 那個小次郎是否我們認為那個小次郎 這裏是有那個 叫做大家思考的空間 令到劇情有機會轉召 但阿偉很多時候 他一開始寫到一些東西很實 譬如上次說紅帽的時候也是 最後劉伯溫是死在朱元璋的權上 我覺得這個做法是不太值得鼓勵的 但是他是經常喜歡用這種手法 有些人是真的因為這個原因 覺得有部份劇情已經是劇透了 追看意欲是減了 我又覺得真的純粹是手法問題 只不過是你喜不喜歡這種手法的問題 他有不同的無天電視劇 開頭把一些 即是阿漢就說看著 阿漢就說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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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知道 開頭是不關我的事 他那些畫頭 就看到 那些畫面全部都開了中央劇情不同的個案 冰志利不要玩 就算不看他不開 我也知道他見不見會怎樣 那些是另一件事 你猜到和他給你看是另一件事 都是口味的問題 有些人喜歡看結婚方程式 有些人喜歡看天與地 兩種不同的讀者 沒有什麼 誰更重要 誰更重要 做了一個框架 也不是很多 只是剛才天六和次王 天七不是 邪神F也有 邪神也不是 神F有賭罪的形式嗎 有 有 他不完全是賭罪 但你後面和前面的問天 你是有個 有個中間點 類似什麼寓言 夢境那些 講了後面的劇情 不是 神F是穿插的 是現代和古代 跳來過去的 但如果他 夾罪夾以 那種穿插 跳墜的形式 其實有點像二十世紀 很難說 因為這樣就是一個 賭罪的方法 插罪和賭罪 他這個都不一定要賭罪 他次巡之後 都可以再發展 當然 其實我可以這樣理解 是因為中英偉 他想完這個故事是怎樣 所以他不介意讓你知道 結果是怎樣 因為他已經有一個框架 如果他不中途 想著變一條線 其實沒有什麼大不了 我覺得他覺得這個位置是懸疑的 他想拋出來 想你們 猜一下 大家猜一下 但是這個所謂的懸疑位 不夠 因為他第一期的隔壁面 就是這兩兄弟的對決 看回結局 原來這個兄弟對決 場景是沒有變的 只不過動機不同了 很多人看完之後 我都覺得感動 原來他經歷用這樣 犧牲自己去成就 但是 對於整套事來講 起不到一個令人 一直被追漢的動力 我有少少明白阿朗 想說的就是 譬如有些人不喜歡看推理小說 就是我已經知道兇手是誰 我想知道他怎樣殺人 還有動機是什麼 有些人很喜歡 以往金田一那些 從頭到尾我都在看一件事 要猜一下這件事發展 我猜是這樣的 但是 可能真的會趕走某一部分人 但是 我覺得這個是手法問題 他也不是常用 我都不特別覺得他常用 剛才你數下去都不特別覺得他很多書 一開始就趕了結 不是的 就算最近也不是 剛才數來數去都只有兩本有 不是以往的書 你剛才數過兩本也是分析的 天錄都三年 四年了 四至五年 阿寶在 差不多四年 阿寶在 在玉皇朝做了五年 他有一年是七年 然後你再說他之前 天四也沒有 天四一開始都是說他 一開始就 砍了李世文的頭 那這個是誰 李世文 這個不是賭罪 沒有的 我懷疑這個頭也不是他開的 當然也有機會不是 所以 不特別覺得他常用 不過我有懷疑 可能因為 這陣子很多 不單止他 感覺 我也沒有統計 但感覺好像這陣子多書 好像是 譬如 橫城 我們一開始都以為是 其實這裡也有點像 又是一開始 大哥殺了我弟弟 差不多了 大家都覺得 這陣子突然間 印象式地覺得 好像很多賭罪的書 是 我最期待 其實如果盧府門 可以用這個方法就好了 一開始說 王師傅殺了王小龍 但是你不知道 什麼時候到 問題下 你也有期待 沒有啦 可能是2568期 如果用舊柱的話 他賭罪的話 第一期就是先寫白洞 可能你誤會了 以為是創世的 第一頁就是白色 第二格就是白色的光芒 有一隻腳分出來 然後王師傅就跳下去 他們的遊艇上 你追究那千奇才知道 他在買什麼藥 然後王師傅拖到香港 就在白洞裡跳出來 原來他鄉下是白洞 白洞鄉 白洞鄉 其實說 可能真的有過這樣的書 這樣的圈也不可以 說回蜘王 我是挺 很喜歡金奇的 因為之前我和萬記都提過這本書 看他這次寫蜘王 其實 你見到他一開始 你不會期待他寫著 一個秦蜘王如何登基為帝的故事 我一直都和萬記都提過 很期待他寫一些 關於他兩兄弟的感情的東西 但到今期之前為止 你好像都不太能見到 因為草草了 要趕著下班的緣故 但最後他真的 退回最初原本 我覺得他最初是想寫這件事 多於怎樣又說《長子王登基》 因為《長子王登基》太悶了 我想問大家看這本書 有沒有一種感覺 因為阿偉很喜歡在傳統的廣漫上 去做一些新的形式 或者一些新的點子 天錄也有 描寫多了很多不同人的個性 天錄也有 形式上玩了很多東西 上集也有說 我猜他自己期望用原創那幾個組織 但你覺得《長子王》有沒有 九樓十家 九樓十家 九樓十家是重裂的 對 他不用全數十九 十九才子 他是想把經哥和營政 原本是敵對的關係 歷史上是敵對的 所以才要刺殺他 現在是把他變成一個兄弟 而且是一對輕有弟公的兄弟 你笑什麼 不笑得的嗎 說貓姐幫我一向都以開玩笑為主 我說不笑得 我問你笑什麼 你開玩笑我就知道 問Kiley 他知道 他是想把你們既有的想法 做一個180度的扭轉 這件很成功 尤其是他一寫到這兩兄弟的經歷 由當初互相看不順眼 到後來真的產生出那種兄弟情 拍著相片 我覺得在次王這裏是寫得挺成功 但是略嫌 你真是去到今期才能看到 剛才你說的一件事 頭那十九期其實是很薄弱的 因為你看到最初他所謂的看不順眼 是因為第一次見面已經是敵對 已經打了 沒有可能一見鍾情吧 到後來知道懷疑是兄弟的時候 你都不覺得他們特別是怎樣相親相愛的 兩兄弟不可以一見鍾情嗎 他的情是很廣義的 對 轉接點或者我覺得 開始成功就是 兩兄弟看著他們的父母是這麼不堪的時候 反而覺得要團結 就是可以倚靠或者值得去互相扶持的 就是眼前這個和自己一樣的人 但是他們兩個之間那個對大家的關心描寫 在頭十九期可能真的不夠位 是比較薄弱的 很多時候都是分了兩條線 可能各自有各自一條線打自己的東西 沒什麼機會說他們在一起 是對最後一期開估所有事件的原因 你才看到他們兩兄弟都很愛大家 變得有點浪費 尤其是本來對東周軍的時候 應該就是他們兩個再進一步合作 即是產生那種默契 但又沒有那個場景 都是變成大條 兩個人分開了戰線 變成 那是幾可惜 到結局才看到他們兩兄弟的感情的精華位 我自己沒有辦法 因為他時間太短了 所以你猜到他可能將來會寫些什麼 但結果都放不出來 尤其是九樓十家裡面的大龍頭 再加上陰陽家 他們的對抗應該是會再兵家 其實兵家怎樣幫助秦皇 再走出來他原本還有很多辦法 應該是一條大線 絕對 因為他成長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我想由最初開始看那個設定 令我唯一有點失望的 因為他做不到跟刺殺有關係 尤其是最近看《Kingdom》這本書 我覺得兩者之間的佈局是有少許信息 當然他的主調是創新的 但是整體的形態 尤其是沒有脫離歷史的形態 就是呂不偉扶持刑政的情緒 最少在這二十期內 都沒有見過他原來也是一個很大的敵人 當然如果他繼續寫下去 我猜一定會有怎樣搞定呂不偉的一條線 因為必然會出現 他其實也有預算 呂不偉覺得形成不是自己的兒子 所以就開始跟他抹臉 但是這個結果就去不了 沒有機會呈現出來 最初那節奏太慢了 其實不關慢事的 你二十期而已 老實說 怎麼可能再比女朋友的東西 差不多了 我想一下 我是說最初那個劇情 一直沒有一個明顯的主線 他們又好像比較徐波逐流的感覺 反而我最 可能一開始都覺得 我印象之中 我自己都說 最初那幾期看得很沒力 就是那段追殺其實不像 也對整個故事推進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很鼓勵性的作用 其實看了這二十期 我真的沒有什麼深刻的印象 對整個故事 你問我的話 有沒有哪一節你說特別 你會記得起的 我就記不到了 最初追逐刺殺 入了咸陽之後 接著就 不久 已經是說東周那邊 那裏打的其實又不是說太激烈 接著又要鋪設定 九鼎 然後就陰陽家的陰謀 那一路是 有些 好像是走馬漢花 阿Tim說的 我想都是重點 就是沒有一個令人深刻的畫面 或者劇情 是他敗筆 或者是讀者不斷流失的原因 好像我講的其他漫畫 例如我看《天下》 我記得二十期已經說到 又打火麒麟又成 即是出來的時候 我都會記得這些劇情 但是次王就真的 沒有這樣的劇情 可以帶動到我的記憶 沒辦法 因為我猜他都應該很早就已經知道 本書要接的 所以他都沒有空間再給你什麼 他要很快修善 他好像一打東州軍已經知道要修善 是啊 好像十三四期 十宗 我們知道就是在尊蘭 何況是他 他一定會更早知道 尤其是 你現在說的 不是單純一本書摺 是一間公司摺 是一定會更早知道 這些事情他們一定內部已經知道 所以 那種影響不是 跟某一間公司突然間這本書想快剪 即不是天子七或者天子六 那種剪法是不同的 還有要想一下將來是怎樣 我猜大家都會動蕩 是的 好 那 對了 那 福龍就結束了 有一間新公司 Dark Comics and Toys Limit 應該會搞玩具 轉型 是的 不過大家都好像沒有什麼期望 對阿龍少爺 我看他專欄自己寫 他就好像為自己的人生回顧一下 要再重新衝駛 不是 就發覺以前好像是荒廢了 不論是理財哲學 或者是在工作上的目標 又看守寵的作品 似乎是要定立一個新的目標方向 那如果所有事情都能夠發展 做得到的話 那美尚不是一個好的開始來的 我怎麼說呢 我次王都買了20期 但是他這樣斷發我 我真的支持他不住 我不知怎麼買下他下一本書 那鐵匠你覺得會有多少期呢 嘩 休福龍之夜 我想你比我清楚了吧 不是 我周圍問人 我上幾集都有問他們 所以我想問你覺得有多少期呢 跌仗當年有多少期呢 20期左右 他之後找人接受 總之就是4期口裝 即是那本合定本4期是他的 一期是你自稱的 嘩 即是你計算20期就差不多了 20至22期就差不多了 嗯 我估計算是差不多了 好像遷就他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找到什麼理由 他會寫得長 不是遷就他 如果本身一個故事 就是20期的故事 你寫到二萬期 二百期這樣 是沒有意義的 我覺得不需要學傳統 那種港萬人那種思想 不是長才叫做成功的 我真的覺得 其實如果他跟我說這本是一本短篇的話 我會買 如果他是說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完 可能是長篇來的 幾段你會買 三四十期 三四十期 都不是有短篇 中長的 所以 大部分 如果你是說 可能是長篇 那就是跟我說 這本多數都會爛 那你真的不會買 不是 因為 以我的經驗 其實很少的香港漫畫 他出的時候 是告訴你 定了有多少期 海虎 不少 我不是說沒有 野狼院馬 我不是說沒有 好少 真的很少 他們本本都打算打算 打算長篇 或者這樣說 阿龍少爺 如果你聽到 不好意思 可能因為你的名字 如果你說畫長篇 我是有點戒心 而你說畫短篇的話 我反而會買 其實 會說明 出多少期 都是 近這五六年才多 例如你講 肥良那些短篇 他講到明是短篇 就是 《比阿國仔》 都不止五六年 可能他就十年都有 即是給阿國仔做 海洋二號 然後《玉記》那一段時間 都告訴你 是中短篇 合作制 通常都不只 例如《王豐雷傳》 最初有說的 他拖照是另一回事 然後《王小龍傳》 原本是十六期 拖照當二十二十 第一本《火刃射》 其實是十六期 近這五六年 因為他知道讀者都不相信那些長篇會OK的 所以他就開始告訴你 短篇來的 中篇來的 到真的可以了 他就拖盡他 在那本書的商業價值就有多貧窄 你講出來這件事沒有意義 只有短篇碰了就拖到變長篇 但永遠就沒有說 你打算故事去到哪裏 有一個叫做休止的時間 拖一兩期有時候我們都會接受的 但你無緣無故覺得受歡迎添職 添職多了急去一一期 那你就真的騙讀者 最初為什麼要講出旗兔給人知道 就是因為讀者可能因為這樣而買 如果連這件事都騙讀者 讀者就覺得即使你將來講給他知道 我都不會買 就連哄他買的唯一原因都沒有 通常他已加四期和八期 是告訴你們一旦再寫下去 是這樣的 對 神掌 龍劍飛是這樣的 還有我想如果我個人給休福龍龍師的意見是 他除了銷量之外 我想他是最好考慮一下怎樣做好自己的肚子 我印象中他真的沒有什麼變本可以說真的好 那你自己出來搞公司又說到又看手衝又那麼容易 我想他真的應該考慮一下 你不覺得很熟悉嗎? 其實他最初搞福龍龍師都是講話 當然 那時候他沒有說不到馬 他好像戒了 他今年就說元旦馬都不進去 好像大勝王才說戒了 真的戒了就不用一次又一次去說 可能現在是玩的心態 不是拼命那種 但與其講長短的問題 我有一點把鐵匠中環這次的新篇 和當日新駐龍虎門比較 新駐龍虎門當日說過加一些新元素 符合時代性 現代的感覺 鐵匠中環 什麼事 什麼事 鐵匠中環他從來都沒有說過 怎樣跟舊的那套不同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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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索王十堂 赤索王十堂便找過木板鎖 巫圈 аст索王 現在是卻弄了個很強烈的索蘆鎖 你好 他將那些設定更改 故事不知道 因為他沒有正式說將會怎麼樣 但是 想像這樣一些 在武打方面會多一些技巧吧 多一些等級的 因為如果更高一個層次去講 赤十皇可能是其中一個例子 他應該是看回當日鐵匠中環有什麼失敗的地方 用現在的眼光如何去改良這套作品 鐵匠中環當年應該都不算失敗 只不過是因為他走了 沒什麼很負面的評價 最失敗的就是他沒有恆心 對 最失敗就是他沒有恆心 試試用鐵匠去磨一下去河邊磨一下 拿鐵匠去中環一下 因為當年他還沒完就走了 沒時間讓他找到失敗的地方出來 但當年的故事放在今時今日的話 叫做力夠不夠呢 沒有 都是故事來的 故事不是很差的 不過因為我被東方不敗的印象蓋過了鐵匠 所以我對鐵匠的印象 他的故事說什麼我真的不太大幾億 我也聽很多人說 主期他翻寫不如寫東方不敗 但不知道和版權會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所以他作出這個決定 不知道 他現在說不能回頭了 現在盡地一波 滑出去走這步 就不會讓自己一回頭路 如果不行就撲立花定人了 那就不一定 即是想富士山吃煙 對 想吃煙而已 希望有一個新的龍少爺給大家看到 沒理由在這裡這麼快 公司都沒有 再不是有福龍可以有福龍 你這樣說 揭示了我們今天要說本來是龍虎門 不一定要說 這樣不說也可以 還有古惑仔也很久沒說 古惑仔 我們今個星期都說了 不如不要說古惑仔 有道理 還是說想說什麼 龍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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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龍虎門 你好像有很多話想說 龍虎門很好笑 那交給你了 雖然我也有看 但我今集找不到一些笑料出來 我不明白 我已經開始不明白那三個 即是兩路一笑 龍虎三寶 那場交 誰是兩路一笑 即是黃風雷和老天尊 三路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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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星和刀神 那是兩路兩笑 老天尊現在是年輕了 他的樣子都沒有很年輕 還是老 不是 沒有鬍子 你看看他的樣子和黃風雷 他都算是老 中限 老中稱四人 老中稱四人 真的齊 三代在一起 不知道在做什麼 那個爺爺就是打爸爸 爸爸是因為他一刀劏 兒子的肚子 家庭暴力 你是不是說爽暴的案子 黃風雷又在想怎樣突破第七童 就在說我可以突破的原因就是 只要我勝過了有第七童天的自己 就可以突破 那你在說什麼 那自己都沒有第七童天 是怎樣突破 對 我就不明白 那你都沒有第七童天 如果你可以勝過第七童 那你當然要突破七童天 那你當然要突破七童天 那你何必說 那你要買樓 首先你要賣那間樓 就買了那間樓 然後就買這間樓 所以有樓有樓 沒有樓沒有樓 有樓會變成沒有樓 沒有樓依然是沒有樓 那那一棥樓從哪裡來呢 上一期黃風雷就被老天尊吸工 黃白道說他連他的智能 連黃風雷自己未領悟的第七童天都可以洗出來 我就很想知道究竟 從哪裡來的 即是你吸了一些他本身沒有的東西 然後洗出來 這個就是 吸異能已經很恐怖 還要吸一些黃風雷都還未練得到 你看看 暗黑冰 剛剛說 暗黑冰的七童天 不是一種內功來的 即是異能來的 我們在日期一已經在說這件事情 你的概念太歐了 這個是電腦軟件的概念 對 就看你電腦軟件之後 你進入哪一個serial number 那你就會出哪一個addition 即是好像我自己不懂用Excel那樣計 但只要有人偷測之後 他用得到是他的事 即是總之這本秘笈他都已經閱讀了 總之 老天尊一級就吸了秘笈裡面的內文 所以他自己就知道 對 全部的內文 其實 我勾勾勾的 冰智你 我覺得龍虎們是參考了一套美國劇集 叫Heroes 又是Her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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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碰到哪些異能人 就學了他的異能 即是飛升拳現在就是這樣 甚麼呢 可能是抄TiGa和Bunny 不是 TiGa和Bunny也是抄Hero 那他不一定是抄Hero 可能是抄殺暴 有機會 抄常抄 打的過程就好像很緊湊 但根本的東西是不敢打 我都不覺得很緊湊 武聖那些是有板有眼的 但是功力高低層次 我覺得這幾期都有點浮動 不是呀 這群人是厲害的 都神和武聖和老天鑽這三個人 應該是最厲害的 但他們對陣之間 好像之前說的小虎和五郎 對決 這一下就我厲害 下一下就你厲害 我想反而是為何看不出層次呢 就是 因為他們無論怎樣打都好 都是爆那麼多東西的 樓也是這樣爆 地也是這樣爆 即是每個人打出來都是 但對方都是輕傷的 哈哈哈哈 最大問題是這樣的 不買都吐狗兩血的 是嗎 這陣子都說不吐 狗兩血來攻擊勇 他會吐狗兩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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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為天道流 很明顯有病 那些人 今期就說到刀神 我覺得刀神對武聖 本來都已經不太激烈 因為我對比起來看不到層次 但我最不喜歡的是 大哥 少林龍爪手你出波 沒錯 我也是看到這段 我剛才看的時候最不滿意是這一段 其他人都算 因為我都知道龍虎門的水平 就不會特別很高 但也不要這樣 是的 你不要說那一招是少林龍爪手 少林龍爪手 少林龍爪手 你叫這招是神套龍豬 不是 神套龍豬 少林龍爪手裡面的神龍套豬 還是起手式叫少林龍爪手 就搓了一顆豬出來 我覺得很過分 打到這樣 不如叫龍虎門 你還是古武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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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找個能量差界而爆錶 很離譜 會不會所有天下的武功 最高層次都能夠放波 一至頭宮也有機會 那我真的要看一天下 剛頭星不死 再提升 他也可以放波撞 癡油 撒彈 我覺得有點過分 古武術 就真的用古武術 你放波撞 其實我們都看得多 但你不要加過龍爪手 放波也不是 氣勁 我只是想你最少說 弄一團氣 我只是說你放波不要緊 但你不要告訴他 這是因為什麼少林龍爪手 然後放波 起碼也是一個爪形的氣勁 大家都很明白什麼叫少林龍爪手 看得多古 可能是亞特蘭提斯 才是這樣的 可能是遠古的超文 短古 不如是短古時代 少林龍爪手都可以這樣放波 周定慈放兩個出來 他一招兩下 唉 小虎上期 一早知道少林有這樣的功夫 當日寫外傳又不是這樣寫 天下沒那麼出少林 每個都有波 魔官光散跑 小虎上期中毒 有人很心涼 說值得他死 值得他今日 不是說要說白進沒死那裏嗎 是上期 以前是上期 原來那個屍體不是白進來的 但是怎麼來的 白毛崖跟 和長林兄弟在打 踢他們過去 哪期 我由第二話開始沒有看 他影分身 不是 通常找飛鏢扔拍攝 然後突然會變成這樣 連吳虎陀三十期都沒有出過 但這次他扔木蓋就變了一個人 掉轉來用 他扔錯了 扔錯了 扔錯了 如果地獄場還在這裏繼續塞輪虎三傻就行了 原本他想扔木蓋就扔錯了 你們誤會了 既然武聖都可以出歸波氣功 伯母說很明顯是學了瞬間轉移 抓了長尼過去後馬上扔回去了 為何這麼討厭長尼呢 他在跟他打 長尼兄弟殺了他 什麼黑黑黑黑黑白 但是長尼是死了 死了 這樣穿也不死了 被他扔過去之前 不知道 沒說 兩人在前鬥 前鬥這麼容易 抓他扔過去 很難說的 因為你不知道他有沒有練九死邪功 即是可能將來這個 什麼名字 死了這個叫什麼名字 長尼 長尼將來又再走出來 哈哈哈哈 我已經認識這個 我已經死了九次 但我又不明白 如果他扔過去長尼 那他再上一旗去叫什麼 誰叫 不知道他看到文殊一拳打爆了 某條黑影的時候 那些人叫出來 他增加氣勢 哦 是啊 嘩 嘩 嘩 想著不夠膽就嚇一嚇 他們是看到 咦 不是白瓶來的 我買是白瓶跌過來的 輸了 是街場來的 哈哈 真的是亞視一樣 哈哈 是啊 中毒這些我就真的不擔心 有網友 有網友告訴我們他吃過片心黃 黃小虎中毒都做瑜伽 九陽成功很大 那他就逼得出來 我真的覺得 說什麼星光大道丟什麼像 叫一些瑜伽公司請 找到黃小虎的瑜伽就行了 我有辦法 真的嗎 加些煤氣在下面 不停噴火出來 哈哈哈哈 這樣才會像黃小虎的九陽成功 黃小虎的瑜伽雕像大廈就開爐 對 不可以結束爐 就像酒吧那樣拿紙碎 對 然後黃小龍那個就放冷氣 哦 九陰 是啊 那 石一龍當然要去寺廟公奉 噴流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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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放在金鐘站也夠 不用說了 那這期尾就這場戰神島大戰 很滑地下了 開船走 對 即是船上有黃小虎和文柱 我覺得真的不知道 石一龍他們在擔心什麼呢 黃小虎 不是呀他擔心 哎呀小虎落單 他們擔心 他應該擔心文柱他們很嚴重 因為沒有人制止到 黃小虎 之前幾次打呢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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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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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說到尾 其實這場不論是主謀和這群參與的人全部都是亂 我想問一個問題 這個戰神應該有很多人 陳奧雲就游了水走 黃小龍就去救靈芝 當然不是啦 當然是等到知道上面沒有錢才走回 你怎麼知道下面跟靈芝做的那些是甚麼 就算沒事做 也要在上面打完膠再游上去 他不斷吐靈芝想上去 別上去住 還在打中 白婆在水上偽掌掛他 白婆就白婆 掌掛到暈了 他按他的頭人一會 然後Ceo呢 Ceo走了嗎 走了啦 潛艇仔 撒彈一起走 撒彈不是留下了嗎 不是 不是 一齊 兩個一起走 那現在民主走了 民主剛剛走了啦 跟阿師傅 這壇東西還剩下誰在這裡 石黑 黑狼 蚊仔 小鷹 白毛鞋 白駿 白駿 但不是說有炸彈還沒爆 炸彈了 炸彈了 炸彈了整個島沒有炸彈 不是只是爆了那個灘喉的角 你明白嗎 他跟我們小時候看的特殊片不同 跟他一按自爆裝置 以前就整個島都毀滅的 不要那麼浪費啊 賭難得的 你明白嗎 怕這些場面呢 現在經費不夠呢 就是爆到一隻小哥 鏡頭拍著就當爆了 是啊 看開一點啦 那石油的計謀也有些問題 你想想他的計謀就是想龍虎門和通天教自家殘殺 現在死了誰而已 死了那些什麼場來什麼場來 他自己都打得爆他啦 有兩拳打爆他 沒有一個目標人物是他想死而真的死了 是啊 白仇也是石油自家殘殺的 哈哈 搞什麼呢 紅鐵膽那些又不是什麼目標人物的 他搞那麼大壹事又弄壞自己的什麼無謂的 其實那個島他都想著不要的 賣給大陸政府算吧 幹嘛要這樣炸掉 那件事又是說不通的 那你炸掉的東西才可以起新東西的嘛 要削藥通天和龍虎門那個計劃是完全錯了 炸了有旅遊價值多一點 哦 港島原發了嗎 不是吧 好像勝利女神像那樣都是沒有手沒有頭才是直直的 哈哈哈哈 又有西瓜啊 見到 這次好一點最少是爆啊 即是像... 哈哈哈哈 似乎是爆啊 即是怎樣啊 老天磚的腦是裝西瓜汁的 好明顯是啦 不是 最少形象上好一點啦 我又不想再挑剔他這個問題 即是最少他不是新鮮番茄 是不是做了有型食肆啊 龍虎門 但是他又一千五度啦 即是如果不看字就以為他真的會爆 是啊 但是他就說衝擊 差不多令到他差一點爆炸 因為你很難畫一個西瓜差一點爆炸 其實你不需要用這個畫面 對 這樣他就沒有了 像要爆開一像 其實是沒有爆炸的嘛 真是 即是中文月畫個褲頭 迫著迫著 他覺得樓便快要甩出來的 你放本林昭榮的笑爆料在那裡 哦 又是畫面跟圖不對 跟旁白啊 那啊 有點古怪 下一集就是老天磚啦 又不再是老天磚了 再不是老天磚的老天磚 他們父子都喜歡用這什麼文書 不一樣的文書 那就是說沒有變道 不一樣的文書到最後都是一樣的文書 再不是老天磚到老天磚依然都是老天磚 不過啊 施迪說 轉開 不做黑社會了 老天磚 哈哈哈哈 我沒有說的 那一年為何財神啊 不是啊 我懷疑他值錯字而已 是 即是老水那個老 對 老水那個老 以後他就負責賣老水東西 這句才通的嘛 如果這樣很難通的 即是賣老水那間天磚 就不再賣老水東西了 對 類似是這樣的 因為你說再不老的老天磚 可能OK的 我不明白為甚麼叫再不是老天磚的老天磚 是不是再是車載那個載 即是載走的老天磚 不會載走的 即是 其實是不是施開可能又是萬青龍 但我真的覺得很有趣 為甚麼他們父子都真的要這樣 不知 即是強調自己不斷不同了 對 為甚麼要經常幫他強調 這些就是兩父子 因為他知道自己的原始很不堪 所以強調自己不斷不同了 還有他這個 下期預告大家都不用理 老天磚看似瘋癲 會否就指破頭慘死 有哪一期下期預告 那你下一期都已經說 他再不死老天磚 老天磚不會死 還有這段說 看似瘋癲 瘋癲是未死的 死了的人是不會瘋癲的 看似瘋癲和會否破頭慘死 關甚麼事 前面那句已經否定了後面那句 他們的用字愈來愈有問題 但講開用字 我忘記上期還是前期信箱那裏 有讀者來信說 現在瘋癲和龍夫群這麽大仇口 兩年後怎樣跟他們在火仁邪神傳中 後面夾粉打這個火仁邪神 怎樣判斷 應該是Bub 但信箱回覆他們說 不是 這個是他們精心計算過 並不是犯錯的 那我看看他到時又怎樣寫到 回答博體 不是也是那句 被你發現到的Bub就不是Bub 再Bub是Bub的Bub 是否今天口令來的 你再說一次 說不出 我覺得是死散 他們根本是兩邊的人沒有夾過 這個肯定是 被人踢爆之後還要想怎樣補 那些人是兩邊的兩個人沒有夾過 這件事很明顯 是故意漠視對方死的 我突然之間想起 看這場戰神島大戰 就想起火石洲 因為昨天才看完 真的差很遠 雖然龍鳳門死的人比較多 但我一點都感動不來 你好像看完等於沒有看東西 你覺得死了都不可惜 一來二來就是 他去描述人的情緒 那種感覺真的差很遠 這個人為何要打 那個人要做些什麼 那個人走來走去 譬如要人要避來避去的那些 實在太侮辱這個固惑仔 畢竟大家都是固惑仔 兩本都是不同種類的書 一本是漫畫的書 一本是江湖書 一本是江湖書 古裝和時裝都是黑社會 那這本是個笑話 一本是古裝 當然是龍鳳門 讀叫文 有沒有搞錯 你什麼時候叫陳浩南出神龍套資 人家連古武術就不代表人家是古裝的 陳浩南也學老窩拳 古式的東西 好 那就是 我們今晚整晚都沒有說那一件事 有聽眾點名 說這個 不是不是 選舉那些 說嗎 說嗎 不是 就是告訴大家為什麼不說 那你說吧 因為其實我們已經將這件事 額外撥一個時戀去說 還找到嘉賓來 額外 額外 至少不是附屬於港萬咬石幫的 對 只要一旦完成錄完的 就會立刻放上網給大家收聽 對 我們會放在AC Repos 反正都不知道放在哪裏 因為不想說太久了 而且都要集我嘉賓上來 所以無法在今晚跟大家聊到 好了 接下來星期五又是繼續廣漫時段 沒錯 古惑仔 有人說一集是否說完 一集不用 你只聽牛佬那些衣服 一個半小時已經什麼都聽完 其實不用聽我們說 我們直接播放他們 不論是做啦啦隊 即是要說 一集很多作品都說不完 是啊 當然千多期的漫畫 一集是不容易說得完 但沒有人說那一段很詳細 我們不要叫阿狼去做故事簡介 到時沒有故事簡介 有 只是說一些編名都已經夠了 一二三個數 即是哪幾邊 不要簡介 叫人家上網自己檢查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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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些都很重要的 不過算了 星期五再說 那今晚那麼多 就是這樣 拜拜